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报告出台 国家间战略竞争取代反恐 成为美国国家战略重中之重 美国巨额军费预算位后 军队又会迎来怎样的复兴 新版国防战略指导下 2018美国又将如何体现军事优先 深度国际 敬请收看 1月19号 美国国防部出台了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当天的讲话中着重指出了 美国国防战略重点的转移 他说国家间战略竞争 是美国国防安全战略当下的首要焦点问题 而此前的15年 美国均以反恐作为国防战略重点 那么美国口中的国家间战略竞争 将矛头指向何处 那么这份报告的出台 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 已经成型了呢 1月19号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最新的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 这是继去年12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的 第二份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文件 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 基于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 共11页 约占非公开版国防战略报告五分之一的篇幅 概要沿用了此前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措辞 说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 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 朝鲜和伊朗试图通过发展核武器扰乱地区稳定 美国需要联合伙伴及盟友 通过更加强大灵活和创新的联合部队来维持自身影响力 提出需要全面提升美军在海陆空 太空及网络空间的竞争力 保持这些方面 美国正在不断被拉近的领先优势 概要将亚太 欧洲以及中东三个地区 列为重点关注的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份仅仅11页的新战略概要中 特朗普政府用国家间战略竞争 取代了之前的打击恐怖主义 矛头直指中俄 据美媒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19号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大学 就最新的国防战略发表演讲 他强调了这份报告的重点 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状态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8号报道 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报告 其核心要点是对俄中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军事立场 报道称 一名读过这份机密文件的国防部官员表示 美国十分担心主要对手正在侵蚀自身传统的军事优势 1月19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对美国新国防战略把俄中两国描述为威胁而感到遗憾 国防战略报告显示出美国战略的对抗性 而针对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当中的涉华内容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20号予以回应表示 中国无意称霸争霸 寻求霸权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 尽管中俄双方都对此表达出了强硬态度 但事实上美国宣扬中俄威胁论也已经不是逆以此了 2017年12月18号 美国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重申美国优先 强调经济发展攸关国家安全 就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中 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 并将俄罗斯和中国等国视作美国竞争者 而一个月后出台的国防战略报告 完全顺言了国家安全报告的措辞 国际社会纷纷猜测 美国国家战略轨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应该这么说就是 人在以后 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把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性往下降的 然后特别在911事件以后 那美国就把这个反恐啊 就是对付那个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就放到头一尾去了 但是现在十几年下来呢 能够觉得啊 那种有形的恐怖柱子啊 就打得差不多了 当中零零散散的威胁永远会在啊 就是所谓的毒狼式的威胁永远在的 但是那种成系统的威胁 现在就至少是眼前控制住了 那个 再加上呢 他就觉得中国崛起啊 俄罗斯复兴啊 那个 所以他又把这个战略的中心就挑回来了 从反恐转到了国家间竞争 那国家间竞争 它包括里面主要列的两类嘛 一类就是中俄这种竞争者 还一类就是朝鲜伊朗 对中国来讲呢 值得重视的就是 他在中俄之间 他是把中国排在前面 取代了俄国的这个第一挑战者的位置 这对以后中美关系可能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6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表示 这份战略报告文件有两个版本 相对厚的保密完整版 和简短些的干药版本 后者面向公众开放 而相对于全版的报告 我们看不到的又是哪些东西呢 差距非常之大 特朗普特别是从特朗普进来 特朗普他提出一个理念 就是他不希望对手知道他在想什么 今后要干什么 他要增加他的不可预测性 他不愿意让对手一眼就看穿 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越不可预测 他认为他的威慑性就更强一些 他知道他的战略出来 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一定是非常认真的阅读 那么那里头能拿出多少干货 这就很难说了 按照特朗普的意思 他要保持他的不可预测性 所以他公布的东西可能不会太多 这个差距会很大 特别在战略意图上 他用词可能跟原来版本的用词都会有所区别 2017年12月1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任内首份耗时11个月完成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相对广义的国家安全战略 重申美国优先 强调经济发展攸关国家安全 而新国防战略报告则将推动五角大楼更具体地切入实际问题 除此之外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月16号报道称 五角大楼还计划于2月公布弹道导弹防御评估 即核态式评估 那么作为特朗普上任以来出台的第二份重要报告 国防战略报告的公布 又会对美国未来军事战略产生多大影响 美国的战略是非常清晰的 分这么几层 四层 第一个是大战略 比如说二战期间的三 先欧后亚就是国家的大战略 冷战的时候 搞冷战 建立北约 这也是大战略 它属于国家战略层次 那么国家战略下面呢 有一个国家安全战略 就国家大战略就安全领域里头 总统有什么考虑 它是从全球角度来看的 因为它是个全球性的国家 那就是特朗普刚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那么这是第二个层次的 从安全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重大事物 那么他一旦发布了国防部作为他的执政团队的班子之一 国防部就要发布一个国防部的国防战略报告 国防战略报告呢 主要是从军事角度 军事安全角度来看安全 国防战略报告就是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是军事战略报告 军事战略是由参联会拿出来 这样的战略呢 应该说 就比较详细了 因为它牵涉到国防战略的落实的问题 就军费的使用 部队规模 各个军种部队规模 发展的 5G装备发展的周期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看到 国防安全战略是它的 在国家大战略下是第三个层次的 但是它是引领美国整个 这个国防安全的一个总的报告 有分析认为 纵观全球 美国在军费开支上远超别国 其军事优势难被撼动 新国防战略报告毫不掩饰 美国想要继续在军事上 维持绝对优势的意愿 华盛顿显然仍禁锢在 我赢你输的零和观念之中 由此看来 特朗普政府认为 军事优先是实现 美国优先的实力基础 让美军再次强大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前提 美国时代周刊评论 这一报告让五角大楼 做好大国间的 长期战略性竞争准备 这是冷战思维 在特朗普政府内 回朝的表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 以美国优先为刚 持续调整美国的政策 他在其所著的 是时候强硬起来了等书中 呼吁着重提升美国的硬实力 以实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 军事优先成为 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突出取向 以贯彻所谓的 以实力保和平方略 那么新版国防战略报告 出台后 美国又将如何实现 军事优先呢 2017年12月12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了总额 约7000亿美元的 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 从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 透露出来的消息看 2018年 美国的国防支出 较上一财年的 6190亿美元 增加了810亿美元 涨幅超过13% 这不仅是特朗普 就任美国总统后 签署的首份国防预算 也是美国历史上 最高额度的国防预算 有分析称特朗普上台后 极力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 认为军事优先 是实现美国优先的实力基础 让美军再次强大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重要前提 因此 有观点认为 国防预算 历史性上涨 是特朗普迈出 重建美军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 此前特朗普向国会提出的 2018年预算申请中 基础预算为6030亿美元 作战预算为650亿美元 已经超出了2011预算控制法 法案的限制 但参众两院不但高票通过 而且还把基础预算 提高到了6340亿美元 作战预算也提升到 近660亿美元 因此有专家分析认为 政府和国会 在增加军费问题上 是具有罕见的高度共识 说明美国在未来几年 将更多的使用军事手段 来解决国际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法案虽为美军投资巨大 但其提供的国防预算 已大幅超过 美国2011年预算控制法 所允许的 2018财年国防预算上限 5400亿 因此 美国国会还需向前几年 出台法案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直接废除 2011年预算控制法 如果各方没有就此达成共识 那么美国国防预算 只能暂时按金油水平投资 且不能启动新项目 或终止老项目 军费支出在美国政府预算里 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在它GDP总量里头 大概百分之四以上 百分之四点几 在全球是最高的 这种投入对美国的经济 当然是有一些拖累 有一些影响的 负面影响 那么因此 特朗普在这个资源的分配里头 他仍然是把军费放低 因为他去年提出了一个 7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报告 这个是他有权利做的 就是我作为总统 我来分配军费应当是多少 但是议会有一个钱袋子 是在口袋是议会掌握的 那么你提出7000亿美元 那我就看7000亿美元 我能不能给你这么多钱 那5400亿美元的这个上限 还算不算数 那么这就说 特朗普跟议会要一个博弈 这个博弈最后的结果 咱们还不得而知 当然我估计特朗普 是一定要求突破上限 但在突破上限过程里头 到底能够多少给军费 那还要再看 但不管怎么说 特朗普是要大量的增加军费 这样一个总的趋势 可能是不会改变的 据国会山报2017年12月12号报道 在约700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案中 约6264亿美元 将用于国防部军购 军饷等基本开支 约657亿美元 用于美军在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的海外作战任务 在装备方面 授权案允许美国国防部 订购90架F-35S战斗机 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 多20架 允许美国国防部 订购24架F-18S战斗机 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 多10架 授权案 也允许五角大楼 订购三艘滨海战斗舰 比特朗普政府的要求 多2艘 此外 美军还将订购 其他防务装备 完全崭新的漂亮的装备 正在路上了 是你们目前所能拥有的 最好的了 特朗普 更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在各自版本的国防授权案中 都纳入了加强网络安全的措施 但内容不同 较突出的区别 是众议院版主张创建 新军种太空部队 参议院版 未支持这一主张 而是要求新设国防部 首席信息战争官一职 作为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 和国防部首席太空顾问 美国现在更多的 除了加强它的传统的军事力量 核力量 加上常规力量以外 主要的投资 还要投向网络和太空 网络和空间对抗 这是大国之间对抗的一个新领域 所以太空军事化 这个趋势现在谁也改变不了 美国带头在那搞 那么大家只有跟上了 但是跟上以后 美国看到俄罗斯和中国 在太空力量的发展这么快 特别太空技术 包括我们的和平使用太空的 我们的能力 我们这个嫦娥系统 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发展很快 另外网络 美国越依靠网络 它又越感到网络 对未来国家形态 对国家经济的支撑作用 一旦网络战失败了 可能国家经济垮掉了 这个他考虑 另外他们国内的指挥通信 控制 武器控制 全部都要靠网络 军事领域里头 这个网络是个核心内容 而如果网络被入侵了 或者被瘫痪了 整个作战能力就全部消亡了 它越发达 信息化成功越高 它对网络的依靠就越高 那么脆弱性也就越强 所以他深深认识到这种网络对抗 和空间对抗 是未来两个新的巨大的领域 而这个领域过去在反恐期间 虽然有投资 但投资不够 特朗普现在提出来是个 重点的投资方向 这次国防安全报告也是这样子 因此有分析称 发展太空建设 是美国国防战略发展新方向 一些信息表明 美国在太空领域已经加紧了 与盟友之间的合作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 1月12号 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太空政策大臣时说 美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 将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 和地区盟友的承诺 致力于在太空领域与日本合作 将太空能力与合作 融入双边的政治与军事讨论 其实早在2017年11月6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东京会谈时明确表示 将在太空领域进一步合作 日本当然也想在这个分担责任 所谓分担责任就是他要加入进去 加入到美国这个空间对抗 和网络对抗里头 他能够一个是博取大国地位 再有一个他获取足够的技术 在这两个领域里头 日本跟美国差距是很大的 在传统制造业里头 包括军工制造业里头 日本的制造业 芯片等这些 它还是有特别新材料 它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但是在网络和太空领域里头 空间对抗里头 日本储备很少 这是美国有意限制的 那么日本这种提出 我们也看到 美国有可能让它参加进来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感觉到 在全球范围内 在发展它的盟国体系的时候 它就考虑到跟这些大国的博弈 以它一己之力 它单独对抗不了 或者是力有不大 感到力不从心了 它极迫需要像日本 韩国 在欧洲方向北约国家 持续的北约国家的支持 因此它的联盟战略还会持续 在新版美国国防战略的指导下 美国很可能大规模地 更新升级自己的核武库 在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中 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霸权思想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似乎由于自己的优势地位 被挑战 领先优势被追赶 而流露出了一种焦虑 接下来 随着特朗普政府班底的逐渐完善 此任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 将被确定下来 那么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到底是启人忧天 还是居安思危呢 在过去的15年里 美国愚蠢地给巴基斯坦 超过330亿美元的援助 而他们给我们的 只是谎言和欺骗 把我们的领导人当成傻瓜 他们为我们在阿富汗 追捕的恐怖分子 提供安全庇护所 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不能再继续了 在美国时间1月1号的早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 发布了新年第一条推特 内容猛烈抨击 相有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的巴基斯坦 美国为反恐花了太多的钱 但却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这种看法在美国的精英阶层中 正在形成共识 而在美国把重点放在反恐的同时 一些国家快速发展 美国发现它引以为傲的领先优势 正在被追赶 甚至是丧失 美国认为它丧失的优势 首先一个就是经济 在奥巴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在小布什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从05年小布什提出全球军事战略调整 他就看到由于经济上发展的受限 那么因此它在安全上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 对它很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在经济领域 它在亚太的介入越来越少 随着它的亚太盟国 广泛来说 整个亚太国家跟中国的经贸关系的发展 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外交影响力也在衰退 另外它的联盟战略在松弛化 一定程度包括罗斯 他们的综合国力在增长 随着综合国力增长 特别经济科技在增长的话 他们的外交政治影响力在增长 他们的军事实力也在增长 他们的差距跟美国的差距在缩小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心里产生了 整个的美国的经营阶层 有这么一种焦虑感 比如说美国在政治意识形态 外交军事领域里的 安全领域的那些优势 随着经济优势的衰减 正在逐步的衰减 这对美国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过去世界上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现在他好像看了世界开始变化了 美国最新的国防战略报告认为 美国所领导的基于规则的世界 正在遭到挑战 威胁员主要是以中俄为代表的 修正主义国家 即谋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美国丧失霸权 所以美国在经济领域的 遏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它已经没有经济办法 它想的什么办法 奥巴马后一个任期 想出亚太人民战略 就是在中国用军事领域优势 制造安全议题 所以钓鱼岛问题 南海问题 现在包括台海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 都尖锐化的提出来了 这是美国在有意利用它的军事优势 在我们周边制造安全议题 利用安全议题 来破坏我们跟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 隔断我们跟周边国家的过去 传统我刚才讲的 逐步发展的经济关系 恢复美国对它盟国 对亚太国家的影响力 它靠什么 靠军事手段 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不但把奥巴马这套做法 完全继承过来 而且发扬光大 现在更重要的看到 用军事优势 因为它跟中国的差距 它的优势最大的是在军事领域的 利用军事优势 在中国制造安全议题 特朗普看到了这样一个可能性 利用这个改变 前十几年 二十年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是不是能够做到 他认为是有可能的 一月十七号晚 美国货部套导弹驱逐舰 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进入中国黄岩岛12海里内海域 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 予以警告驱离 而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刚刚出台的背景下 美军这样不友好的行为 似乎耐人寻味 但也更加逐得警惕 在美国新版国防战美报告的指导下 未来在亚太地区 美国的战略可能会做出一些高战 一个就是 他自己在亚洲的军事部署 是人员后遗装备前移 因为中国有能力攻击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所以他尽量把他的主力部队 往关岛往达尔蒙港 就是澳大利亚那里走 往二三岛链走 但是他好装备往前移 这样他随时可以进攻 这是他做的第一点 还有一个在军事装备本身 他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 因为数量他搞不赢中国 他强调质量 保持质量优势 第三个应该就是 充分发挥盟友的作用 这个里面日本当然就是核心国家 所以他事实上是鼓励日本支援队 组建支援军 而且是具备全方位 作者能力的支援军 另外他会拉澳大利亚和印度 所以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大谈那个叫印太概念 然后在印太概念下面 他塞了一个四国同盟组长 就是美日奥印民主价值观同盟 也有专家分析认为 无论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还是国防战略报告 体现的更多的是 美国国家战略的一贯性 更多的是表达出 传统建制派的观点 而这些并不因为总统 或者政府的更别而产生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